朋友们大家好 又到了听故事的时间了 今天我们讲的故事呢 还是和超级飞侠有关 哇 小朋友们最喜欢的就是超级飞侠了 超级飞侠 多多正在国际机场上 向他的好朋友们展示他的贴纸 贴纸小朋友们都很喜欢 多多的贴纸呢 各种各样 什么样子都有 大家呢 也都很喜欢他的贴纸 就在这个时候 乐迪正在想象多多多要一些贴纸的时候呢 机场的喇叭响了 乐迪 你有新任务了 这次乐迪的新任务是什么呢 要去给谁送包裹呢 原来这次啊 乐迪要给一个叫做山姆的小男孩送包裹 他住在被海洋包围着的巴布亚 新几内亚 哇 这个名字好拗口啊 那里呢 是被海洋围着的一个岛 有广袤的森林 还有很多奇异的生物 各种各样的 很新奇的 很多小朋友都没有见过 只是听说过 乐迪等不及要去看一看了 他迅速就位 装好包裹 向着巴布亚 新几内亚出发了 很快 巴布亚 新几内亚的大森林 就出现在了乐迪的眼前 高大的树木 还有五颜六色的小鸟 非常的漂亮 乐迪降落在山姆家的门前 按了按门铃 你好 我是乐迪 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山姆打开门 结果包裹 哇 太好了 原来这是我订的照相机到了 我们一起去森林里边拍照吧 山姆去寻找一种名叫 天堂小鸟的鸟 它全身长满了漂亮的长长的羽毛 跳起舞来非常好看 山姆想拍下天堂小鸟跳舞的照片 送给自己的小妹妹 她的小妹妹非常喜欢小鸟 山姆也爱她的妹妹 想把这个当作礼物送给她 乐迪呢 想和山姆一起去寻找天堂小鸟 因为乐迪也没有见过 于是他们一起前往了森林 希望他们能够顺利地找到天堂小鸟 这叫什么声音 是不是天堂小鸟在唱歌呢 可是虽然他们发现了天堂小鸟 但是小鸟站在高高的树上 很高啊这个树 它怎么才能够下来呢 我怎么才能够用相机拍到它呢 乐迪说 哎呀 我可以啊 于是乐迪飞到了树枝上 他想请小鸟离三姆更近一点 可是小鸟却吓坏了 在树林中飞来飞去 穿来穿去 一会儿高一会儿低 乐迪想追上小鸟 但是小鸟的移动速度 非常的快 可是乐迪的身体又很大 很快 它就被各种大树 还有树枝挡住了去路 这个时候呢 空中又飞过来了 几只天堂小鸟 乐迪很有礼貌地 对它们说 你们好 请问你们可不可以 让我的好朋友山姆 拍几张照片呢 它想把这个照片当作礼物 送给它的妹妹 可是小鸟啊 听不懂乐迪说的话 小鸟都说小鸟的语言 它们很害怕的又飞走了 要怎么做 才能够让这些天堂小鸟 下来配合地拍照片呢 乐迪想 是时候请出我的 超级飞侠朋友们了 这次胡须爷爷上场了 胡须爷爷 来帮助乐迪它们完成心愿 胡须爷爷有一个神奇的百宝箱 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道具 可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胡须爷爷打开百宝箱 取出了一件小鸟的服装 说我们要将自己呢 先伪装起来 或者说打扮成小鸟的样子 只有这样小鸟才不会害怕 于是乐迪换上了小鸟的服装 变成了一只胖胖的乐迪小鸟 这次天堂小鸟应该不怕它们了 乐迪小鸟飞到了天堂小鸟身边 果然这次天堂小鸟啊 都没有逃走 哎 它们觉得乐迪小鸟 长得跟它很像 于是一起跳起舞来 乐迪跟着点点头 摇摇尾转转圈 于是呢 越来越多的天堂小鸟 都来到了乐迪小鸟的身边 围着它一起唱歌 跳舞 转圈 天堂小鸟的舞蹈 非常的精彩 山姆不停地 按下了手中照相机的快门 拍下了很多很多 非常可爱的天堂小鸟 跳舞的照片 山姆的妹妹非常喜欢 她拥抱了一下 她的哥哥山姆说 哥哥真的太谢谢你了 我太喜欢这些照片了 山姆说 这都要感谢乐迪和胡须爷爷 要是没有他们的帮助呢 我也没办法拍到 天堂小鸟的这些照片 你们都学会这个方法了吗 如果下次你们也去到 森林里边 想去拍一些好看的照片的话 拍一些可爱的小动物 那不妨尝试着 一张自己 装扮成这个小动物的样子 只有这样 小动物才会更喜欢我们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是这样 我们下次再见啦 再见